HELLO 大家好,我是奧斯卡 歡迎大家收看新夢境連結R,不知道第幾集 今天就新鮮棍熱,推出了一個新召喚噴詞 就是阿國這個召喚噴詞 已經開始有人在Facebook或Discord上問到 大家會不會抽這隻角色 其實這裡大家可以直接看看他的技能 他的被動技能,皮按 他自己有一個單體攻擊的免傷率 即是他不會被人先撤住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因為現在的設單體的角色都很變態 第二就是他如果隊伍中有6個以上 至少6個 守護或光明的夥伴 阿國在場的時候 所有這些職業都會有100%的生命護盾 其實很多,即是多了一條血 而第一個定位就是他可以放在坦克隊 以及一個鳳凰流隊 因為光明的 第二就是他可以高速回路氣 然後就有全體輸出的效果 就是他放大的時候有一個輸出效果 210% 每命中的敵人就會加150%露氣 這個技能如果升升升升上去 我相信都會再加上去 其實他就可以放在坦克隊或光明流 再加上去做一個輸出的效果 要將他加入阿國 我暫時會有這個想法 就是我們放一些坦克 然後放一些光明流 去觸發到鳳凰的效果 我就把他放進去 然後我就會有群體的輸出效果 但這裡我還有一點問題 就是我安達不能發動被動 所以我會再細調一下這個配隊 如果真的要加入的話 所以如果大家決定要不要抽阿國 這個角色的時候 都可以考慮一下自己的配隊 能不能夠負擔到 要將阿國加入你的陣容 當然啦 配隊上也不是只有鳳凰流 一個配隊方法 其實用坦克隊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暫時 其實老實說 他出的詞全部都是攻擊類的詞 現在我覺得都沒有哪幾個 是可以有資源去培養多一隊 金額外的角色 所以如果你是大佬有資源 真的 你遇上到你有資源可以組多一隊 然後你又可以抽到高星 然後你又真的可以再配多一隊 我覺得就可以抽這個詞 就抽阿國出來 就抽高星他 但如果你說不是 其實我資源現在都很吃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個詞 是可以SKM他 或者你就暴底抽他出來 將來有需要的時候 然後就慢慢打水片升水 還有最重要的是 他這個詞裡面的東西 除了塞進去之後 全部都是垃圾 不要這麼說 但是 暫時沒有用 暫時沒有他們出場的份 所以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這上面的條件 再決定抽不抽阿國 這角色 其實我很想抽 只不過真的 前陣之父太多了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條件 出阿國的同事 竟然神情出了 我已經直播了抽神情 結果是很不堪入目的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覺得 官方是調低了 這個神情池出的機率 還是我濕制呢 我細川池就很幸運 神情池就很幸運 所以大家可以經過這些考慮 決定抽不抽阿國這個詞 好 那這條片就到這裡 希望這條片可以幫助到大家 猶豫要不要抽阿國這個詞 歸根究底 我也是那一句 如果你教資源 你有信心抽到高星的話 你就抽吧 但其實我覺得資源是最重要的 現在資源真的很吃緊 是不夠的 一點都不夠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 我的角色還是成長階段 其實我不建議花太多資源去抽阿國的角色 如果你說新手 你剛剛才入坑的 你現在有個目標就是抽坦克隊的話 其實我覺得就適合大家去抽這隻阿國的 因為你的資源還是慢慢慢慢的才開始不夠 因為你現在有個目標就開始升阿國 就不會使你額外的資源 所以這裡又是資源分配上 導致你應不應該抽這個阿國 而且其實它定位上 也是局限於鳳凰流和坦克隊 OK 好了 就差不多了 這條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片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如果想大家一起討論這個遊戲 就加入我們DC群組 在下面這條連結 下一集會說什麼 一樣我都不知道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Discord跟我說 或者你們在Facebook說 我都會問 看看有什麼值得 去跟大家討論的東西 我就會拍片跟大家說 好 謝謝大家 如果喜歡的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我是O司卡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大家記得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 我減到5分 今天? 我想可以換個賽 頂嫌